《石油輸出國組織與俄羅斯及其他產油國達成減產協議》 同意在5月至6月期間 每日減產970萬桶原油 相當於全球供應量的一成 以穩定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油價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Twitter發文說 《石油輸出國組織與其他產油國達成大規模減產協議》 將挽救美國成千上萬的能源行業就業職位 《紐約時報》報導 總統特朗普面臨競逐連任的壓力 加上經濟畢竟 二油價跌勢過急 美國的石油公司苦苦經營 迫使特朗普介入沙特與俄羅斯之間的石油大戰 他早前致電兩國領袖 最終促成今次合作聯手減產 在疫情爆發前 全球石油產量每日約一億桶 疫情衝擊各地經濟活動 全球石油需求嚴重過剩 需求量已下跌三成半 今次減產能否穩定油價延至上早 有專家分析 雖然石油戰最壞的情況已過去 但部分石油公司難逃破產的命運 目前有石油公司已停止轉探油井和測除設備 德克薩斯州、北達科他州等產油州份 將大幅減少工作職位和稅收 業界預期 負債累累的小型公司 會被大公司收購或合併 幾百個在廣州居住的非洲裔居民 近日在沒有被確診新冠肺炎下 被趕出家門 強制檢疫和沒收護照 美國只在廣州的非裔美國人亦受到歧視 非洲聯盟和多個非洲國家發聲 關注廣州非裔人士的處境 強烈譴責有人歧視 和無人道對待當地的非洲人 環球時報評論文章指出 廣州防控觸及到一些外籍人士 其中出現了基層防控人員和群眾 和非洲裔人員的摩擦 尼亞利亞等國家 官方表達了關切和不滿 非盟亦有所反應 文章批評美國媒體和政府 都參與了對相關事情的炒作 傳播不實資訊 極力挑撥中非關係 美國媒體炒作中國人看不起非洲人 並將這種情況當成中國社會 對非洲人的集體態度來描述 這樣是非常惡毒 防止境外疫情的輸入 是當下中國的頭等大事 不分入境者的國籍、種族 不要有任何搞特殊的想法 文章指出 非洲絕大多數都是中國的友好國家 中非關係非常讓美國和西方眼紅 中國應當做的是堅持原則 讓所有朋友都習慣 在非常時期採取的特殊措施 少讓美國和西方挑撥中非友誼的機會